大家好 你知道全球最賺錢的好事多在哪裡嗎 答案就是台灣 而且每六個台灣人就有一個人是好事多的會員 這個比例是全亞洲最高 那大家都很好奇為何台灣這麼小 卻有如此亮眼的業績 今天就讓我們來一起聊聊好事多 目前好事多全球有800多間的分店 在全台灣已經有14家的分店 全球獲利前10名就有4家在台灣 這包含了全球的電王好事多南台中店 還有北台中店 以及台北內湖店 及新北中和店 這都是全球獲利前10名的店家 除此之外呢 全台灣還有高達400多萬個好事多的會員 換句話說 每六個台灣人就有一個人是好事多的會員 那會員卡的續卡率呢 高達了95% 高於亞洲其他市場平均的90% 而且好事多的平均單次消費 高達了3000台幣 是全台零售額的冠軍 更是其他賣場的三倍喔 這裡不能不提到北台中的好事多加油站 這更是全台灣發油量第一的加油站 它的單日發油量呢 有170公平 相當於8個台中北屯區的加油站營業額 穩坐全台發油量第一的加油站 由此可見呢 它受歡迎的程度 那張士漢呢 也驕傲的分享 他說我們的油比別人便宜2到4元 抓信用卡還有1%的回饋 這不只是價格 而是好事多提供的價值 為好事多來說 雖然不能靠加油站來賺錢 但對好事多而言呢 能是一門值得的投資 畢竟上門的加油客人呢 都是好事多的會員 若能進一步的帶動消費 就有機會衝高客單價 和營收 在2022年的7月 美國總公司還斥資313億元 向大同集團買回股份 把台灣分店通通變成直銀店 那到底為什麼好事多 會這麼受到台灣人的歡迎呢 那關鍵就是提供了便宜又好用 外面呢又不容易買到的商品給客戶 以低價的價格呢 提供高品質的商品 許多的餐廳公司業者 也都選擇來到這裡採買 因為會員制 價格上等同於批發價 而且他們對於便宜還有一個標準的定義 也就是其他的零售業者 他們會把毛利呢 拉在20%到50%之間 那但是好事多的商品 他的平均的進賺呢 他只會拉在10%左右 那比如說某個商品 他的成本呢 是200元 那其他的零售業者 他就會賣到240元以上 那雖然好事多只要賣230元 又很有吸引力 那但是呢 好事多會選擇賣220元 來回饋給他們的會員 所以呢 好事多堅持不要賺這麼多 就是因為他們選擇向會員收取年費 用來支付他們的營運成本 穩住他們的金流 那再來好事多的商品種類呢 也是其他賣場的十分之一 那大約只有3000到4000種 他們就可以把訂購量的數量呢 極大化 那跟廠商就有更大的議價空間 同時呢 還能減少客人在選購商品上的困難 那好事多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堅持在熱門商品呢 絕對不漲價 那甚至呢 他還投入了成本 那自己蓋熱狗工廠還有養雞 來確保呢 一組汽水熱狗呢 可以賣台幣50元 烤雞一隻也可以賣到189元的價格 來維持便宜 以及有好品質的形象 那好事多的成功呢 也帶動了其他的代購業者 那有很多的團購店家 那我們也可以在社群網站上面呢 看到很多的社團 也有合購代購 那這個代購產業呢 規模非常的大 這是沒有辦法計算的 那有些人呢 可能因為距離好事多太遠 那就會選擇代購這個模式 那最後來提到 好事多的行銷方式 好事多呢 堅持不該花的錢呢 它是不會花的 他們選在距離市中心 比較偏遠的地方開店 那主要是節省租金 那賣場呢 只用水泥地跟開發貨價 那簡化成本的支出 那他們呢 不會在大眾媒體上面呢 放廣告 那他們只會針對會員寄送優惠資訊 那省下的這些費用呢 都回饋在商品的價格上 把這個優惠的價格呢 回饋給會員喔